大家好,歡迎回到直播時間 這一節就是問答環節 身邊的嘉賓有我們耀才證券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志樂,阿諾,你好 阿諾,你好 跟大家呼籲一下,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打電話來我們的電話熱線204-6566 又或者是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 at bschannel.com 我們都事不宜遲了 去跟進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齊小姐,齊小姐你好 你好,我想買那些銀行股 不知道買哪些好一點 是甚麼要買嗎 好,家庭觀眾齊小姐 就想問一下整個內銀的版塊 有沒有說哪一隻比較好 做一個部署 阿諾,你又怎樣看 有沒有說哪一隻是比較做得好一點 對於內銀股的看法 都之前有提過 未來公佈的一些中期業績 我覺得是有條件看好一點 但當然你說公佈中期業績 仍然會有一段時間 這些位置可以後衛買 但你說買甚麼內銀股 其實都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一眾的各有內銀股 其實你說論基本因素 就的確是比較安全的 你說他們的資本充足比率 也都相對地比較高 這個方面 無論是息率方面 或者未來的盈利能力表現 我又相對地會比較穩健 但是看回的 你說未來來說 特別是10月份 開始推行互廣通的政策 未來A股和H股相關一眾的各有內銀股 其實你說未來都會有互聯互通的情況 但問題是說H股的一眾 即是建行中行這些相關的內銀股 H股的股價就相對比較貴一點 這個會是這個板塊的一個比較大的風險因素 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 說一些小中型的銀行 即是紋身銀行 或者中銀行等等 H股的價格相對比較便宜 這方面亦會比較吸引一點 所以我覺得不妨從另一個角度 考慮紋身銀行這些高分 亦是可以的 所以你說當中的紋身銀行 你看看股價的技術走勢 都看到今天有個存定的跡象在 7.6好像有個不錯的支持力度在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 少住一駁 在7.7這些位置買入 只要將止血價 將位置設定在50天線 7.2這些位置 駁反彈 但後次來說 我覺得仍然有條件 看8元樓上的這些水平 好啊 希望可以幫到家庭觀眾 齊小姐你的提問 也都多謝你的提問 這個時候 和大家再去跟進 一份內房板塊的表現 建行跌3仙 公行跌2仙 中國銀行跌2仙 交通銀行跌4仙 農行跌4仙 招商銀行跌1號4 中信銀行跌1% 民生銀行跌1仙 松龍行跌4仙 光大銀行跌超過1% 接著跟Anno談談 一些稀土方面的消息 見到世貿再次裁定 中國稀土的出口違規 見到現在中國稀土暫時 股價升埋近6% 做1.25% 其實今次這件事件 對於中國稀土來講 影響有多大呢 其實一直都說了很久 就說想要出口 但是又受到美國 日本等等的地方 不滿中國稀土的出口價格 這件事對它的影響有多大呢 一直以來中國在稀土的出口上面 在國際市場上面 或者是社會的言論上面 都有一個非常大的爭議 主要說到你說稀土 其實甚麼是稀土都跟字面上的確一樣 就說是一些相關的資源 是說是比較稀有的 但是很多這些資源 其實雖然說是非常稀有 但是你說說 其實你說用途 就不是說真的非常廣泛 所以說這些稀土有時候 說是以一個很便宜的價格 出口到美國 日本等等這些地區 之前就有個言論 內地方面很多人士都覺得 中國不應該把這些稀土這麼便宜的賣出去 所以最後在出口上面 有一些相關的配額 或者是有個定價在這裡 都令到出口相對地是有個 令到世貿都覺得有個不公平的跡象在這裡 所以現階段 市場就開始衝敬 整個稀土行業有機會 在相關的出口政策上面 有個放鬆的跡象在這裡 對於整個稀土業來講 你說始終說 未來出口的量有機會大了 對於他們的業務來講 也都會屬於一個正面的幫助 當然除了這個消息之外 現階段市場最主要衝敬就是 內地都有些消息說到 未來來可能會大整頓整個稀土行業 你說看回如何可以重合 或者重整這些相關的公司 始終說在香港上面 從事稀土的公司不多 如果真是一些稀土公司 始終說這些消息能夠落實的話 我相信對於整合來講 在市場上是會有一個很大的憧憬 好的 我們再去跟進 其實整個事件裏面 都有另外一隻股票 也有受到影響 說的是一隻2600 其實之前就說 母公司方面是一個大型的稀土集團 要從組建一些荒浪 都獲得了確認 當時的股價大升近7% 不過今天來講 因為消息出來了 就說澄清它沒有涉及稀土的業務 所以股價又跌下來 其實這一隻東西又應該要怎樣看呢 如果它是澄清沒有涉及稀土的業務 接下來的前景會不會比較好一點呢 我想你說其實如果它又沒有涉及稀土的業務 之前升上去最主要市場都在衝敬 未來來說 沒有公司 中國類業公司會有機會 注資一些相關稀土的業務 去到中國類業這間公司 你說始終說2600 你說始終現階段它本身全產的一些原類的產品 或者養化類的產品 其實盈利能力前景 不是說十分之可觀 所以如果能夠注入這些稀土的新產品 新業務 的確會帶來很大的憧憬 但是公司發了澄清 目前沒有涉及稀土的業務 其實這個澄清 都值得留意的是比較有趣 因為講現階段 的確沒錯 中國中類 中國類業 最主要始終都在講 手頭上現有的業務 的確是不牽涉任何稀土相關的業務 但是始終 其實在相關的澄清 是沒有否認 沒有公司未來來 是否真的會注入一些稀土業務進去 始終在講 之前公信部有個明確的消息 要整頓整個稀土行業 的確不排除以未來來來說 中類仍然有機會受到注入資產這些消息 而有個刺激作用在 所以實際上這個消息 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不過始終在講 短期來講 這些注資的行動 未必這麼快見到 所以都擔心之前升了這麼多 股價是會有機會受壓的 好的 謝謝Anno的分析 接下來我們都再轉一個話題 回來香港這邊 看到1038長江基建集團 已經收購在澳洲 就是一些由氣管的業務回來的 現在的股價暫時就偏遠 跌一毫子下來的 到55.3 其實這次收購之後 對於他們的業務方面的發展 有甚麼幫助呢 始終說的幫助就一定大 如果拿到澳洲的天然氣 相關的油管道的配套設施等等 其實長江基建的增長動力 都來自一些海外的業務上 你說這些天然氣等等 始終都是一些新型的潔淨能源 亦都來未來 相信不單止是中國的環球 很多國家上面都會大力地發展 這些天然氣相關的業務 前景當然有條件提高一線 不過就會留意 你說長江基建這間公司 股價的累積升幅真的比較多 就算收購這個業務也好 我也不預料他們未來來講 會有一個很強勁 很可觀的增長動力在這裡 所以要留意的 從整個技術走勢來看 股價近期來講 至近一些高位 但是你看到 上升動力都開始有一個減弱的跡象 甚至你看到成交禁額 其實不是太配合這次的升浪 所以我覺得擔心 升了這麼多的時候 短期來講 反而會有調整的勢頭在這裡 真的落實了收購完這間公司之後 市場會不會因為好消息出貨 我是擔心有這個風險因素在這裡 所以我都建議 未買的這些位置 我就不建議高追著 反而留意 有貨的可以看55元這些支持位 不跌穿55元這些位置 如果跌穿55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能都要考慮先行指示離場 好,謝謝Anna 好,看看行指現在做24407點 升20點 二國企指數跌22點 報10855點 大市成交到現在有476億多 這一節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麻煩Anna剛才的分析 跟你做回申報 剛才提及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麻煩Anna 稍後回來繼續都有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可以打電話來 204-6566 又或者電郵給我們 稍後再見